请收看 惠律法师 佛学讲座 修行辅导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翻开第一页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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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諸位法師 諸位護法基士 今天呢 請放掌 今天是2004年10月2號 星期六 很高興有這個姻緣 來跟大家結一個法言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六祖大師法寶坦經 曹西原本 那麼大家都知道這個六祖啊 法寶坦經是 劍性的大法 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看台灣 或者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華人的世界 只要是大聖佛法的 幾乎都在念佛 拜佛打佛氣 我們要有正確的觀念 在一念之間 就能夠成就 觀念先弄清楚了 才有辦法修行 你比如說 往生極樂世界 一般人的觀念就是 靈命中 靈命中請人家來註念 加持 他認為這個叫做往生 這觀念是錯的 往生是現在的事情 不是靈命中 不是靈命中的事情 要先有正確的觀念 你才有辦法再走下去 你要等到靈命中 人家來註念 人家來加持 是不是有這個因緣 對不對 靈命中割捨得下嗎 不一定 那不一定就跟賭博一樣 賭博這個不是 輸就是贏啊 你命中靠註念 靠加持 不是說不對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的 但是呢 你現在的這些執著 顛倒妄想無明 都沒有處理 靈命中 就會很危險 所以我說 往生是現在的事情 不是靈命中的事情 要很有正確的觀念 這一條路 才能走下去 明心見性 它有多麼的重要呢 大家都念佛 我也欠人家念佛 可是我欠人家 用真如自信來念佛 我也欠人家誦經 可是我欠人家 用清靜心來誦經 我欠人家理佛 但是我也欠人家 但是我也欠人家 用真如自信來理佛 能理所理性空極 靜土法門 靜土法門跟禪宗 是不二法門 靜土法門說 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念佛 不能離開現前 當下這一念 對不對 禪宗的基心基佛 也是這樣 萬法回歸自信 叫做正法 萬法離開的自信 叫做外道 你今天要念佛 要用功 沒有用清靜自信用功 通通叫做外道 佛法是心法 所以我以前用一個筆 明心見性有多重要呢 你譬如說 這個太空船 這個太空船啊 我們要發射出去啊 要擺脫這個大氣層 擺脫這個大氣層以後 進入了大氣層外 那麼物理學講的 動者橫動 靜者橫靜 那麼就沒有阻力了 明心見性也是這樣 當你見到了空性 真如智性 你的修行就一日千里 因為你不會著相 念佛 就是 現前一念 即興即佛 所以 當我們擺脫了污名 煩惱的時候 在用功 就不可同日而言 就不可同日而言 你 你 要隨便請示一個 修行淨土法門的佛地址 你跟他講 彌陀經裡面講的 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度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註解 都是這樣寫的 從我們這個地方 太陽落下的 直線對過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西方 從這個西方過十萬 一佛國度 就是極樂世界 第一個 先講西方 我為什麼說觀念錯誤 就會很嚴重 西方是指什麼 諸位 西方如果說是一般人的註解 我沒有意思是批評任何人 絕對沒有 但是我必須把我學佛三十年的心得 向大家報告 如果按照那些註解這樣寫的說 從事西方就是 西方极樂世界是在太陽 西下的那個地方 那我問你 你注意聽喔 這個是太陽 這是中心 這個是地球 諸位 這個地球 它是繞著這個太陽轉動的 知道嗎 地球是繞著太陽轉動的 如果你拿一張圖畫紙 拿一張圖畫紙 把太陽畫在中間 把地球畫在旁邊 然後360度的旋轉 稍微有一點天文的知識的人 都知道 那個西方每天的落日的西方的方向 不是固定的 知道吧 西方是表法的 是表示說萬物白天 工作辛苦的工作 刻苦勤勞的工作 那一到太陽日落了 要休息 歇即是菩提 就是說 極樂世界就是我們修行人 安心 休息之處 也就是說 所有天地萬物一到日落 就要止息 停止 那麼活動 辛苦的活動 白天辛苦的活動 那麼到晚上要休息 極樂世界是 西方是表示 萬物止息安養的地方 所有修行人都應該去這個地方 是表法的 看了幾十年的經典 沒有人點破 怎麼看 都搞不懂 註解也是這樣講 這些法師也是 註解就這樣講 我就跟著這樣講 也沒有天文的知識 也不知道那個是表法的東西 也不了解說 極樂世界就在我現前這一面 本至極就是清靜自信裡面 所以一直在向上裡面 詮釋 就產生 距離 不了解正法的可貴 不惡法門 十萬億 十二就是表示十二 你造了十二就跟極樂世界 距離越來越遠 距離越來越遠 所以才過十萬億佛度 這一念清靜心 極樂世界就到 你不這一念 回歸清靜自信念佛 你用什麼心念佛 無所依靠 無所依靠 聽經文法有如是的重要 這不是靠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佛門用功 你就自己有辦法悟出來的東西 一定要聽善知識來開示 那引導 我們知道 原來極樂世界就在現前這一念 所以我們開宗明義就說 極樂世界就在現前一念 當下 萬法回歸自信 所以這個見性是非常重要的 這叫做正法 明星見性的人 他的心境是什麼 古來大德有幾種形容 你把它體會看看 明星見性的心境 大徹大物人的心境 深情活桌 不費摧毀之力 這個可了不起啊 什麼叫做深情活桌 就是煩惱 深情這個煩惱 活桌這個污名 不費摧毀之力 為什麼 必盡空 不可得 像不住著 深情活桌 不費摧毀之力 我們現在就是 我要斷我職 我要斷煩惱 我要斷無明 搞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了解清靜自信 壮得脱破血流 拜佛拜了十年 二十年 煩惱依舊 執著依舊 明星都誦經 一直用壓的 你要注意看啊 這個叫做無明 我的左手代表無明 右手代表念佛 我們眾生念佛就是這樣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但是呢 無明怎麼樣 卡住 知道嗎 他很想用功 可是呢 他不曉得 法本身當體極空 不了解無相的道理 他就很想用功 他也很精進 拜二十四個小時的 7-11那一種的 拼死命的 要求生極樂世界 哎呀可是碰到境界 比任何人更执著 更煩惱 更爭執 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無明蓋住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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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見性啊 無明卡住 我們現在要做的功夫就是這樣子 知道嗎 無明把它拿掉 見性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還給我打破 好 好了 一頂 什麼叫做大徹大悟的心境 大徹大悟的心境就是 於剎那之中 即見永恆 永恆跟剎那不二 剎那是我們意識形態 永恆也是意識形態 那是我們對剎那講永恆 對永恆講一剎那 破了這一剎那的執著 永恆根本就不存在 這個是真正的永恆 萬法當體即空 這個才是真正的永恆 就是大徹大悟的心境就是 於剎那之中即見永恆 什麼是大徹大悟人的心境呢 入萬能之中 如入無人之境 了知萬法都是唯心限量 本沒有實體可得 一切萬法都是心所引現出來的影像 沒有實在性的東西 我們眾生剛好顛倒 認為那個境界是實在的 就拼死命的執著 這一念就錯 我們動一個念頭 要追求佛法也錯 佛法本來就具足 本性具足 對不對 眾生因為離不開這個起點 所以通通錯 一講就是一個我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隨時便便可以看到 政治啊 台灣的政治形態 我怎麼樣 世界呢 一動不動 我怎麼樣 這個我一 動得一直說下去 壞了 人生宇宙 紛擾困擾 鬥爭 通通來 什麼通通來 所以說 虛空法界 盡視佛 其中多了一個小人 就是我 就是多了一個我 就卡死了這個我的觀念 就變小人 會變會不會變啊 虛空法界盡視佛 其中多了一個小人 就是我 就卡在一個我的觀念 你就按了一個我 完了 就完了 修行通通卡住了 什麼叫做大策大悟人的心境呢 就是 懷著一顆宇宙的心 過火你的現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 叫做大策大悟 One more time 懷著一顆宇宙的心 過火你現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 叫做大策大悟人的心境 再來 大策大悟人的心境就是 當初發生 當初擊滅 什麼叫做大策大悟人的心境呢 在這個世間 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叫做大策大悟人的心境 體會得出來嗎 什麼叫做大策大悟人的心境呢 就是 這個世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他碰到種種的苦難逆境 沒有說我在委屈 我在受苦 他覺得說 緣起 空性 就是不可得 緣起 無自性 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無身 是十方三四一切佛所宣說的 緣生 無身就是無身 有的人看起來兩顆眼睛兩眼無神 人家看的是炯炯有神 他是 沒有關係啊 慢慢來 我等一下就會跟你塞一顆魔女寶珠進去 吞下去就OK啦 你就開大智慧 好了 那麼今天呢 大前提就是這樣簡單提示一下 開悟的重要跟正確的觀念 好 那麼因為我們時間只有七天 我們每天要講十個佩計 十頁 所以變成說 消文示意很重要 要碰到困難的 我們再來好好的做解釋 討論 要碰到簡單的 我們就消文示意 帶過去 因為我們每天的進度 因為我們每天的進度 十頁 不可少 好 底下 那麼這個 一字六祖佛寶坦經序 這個可以自己看 一字當然就是皇上所寫的了 那麼那個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念三稱 《開經句》是武则天寫的 你要記住一個觀念 六祖跟武则天同一個朝代 知道吧 你要想到六祖慧能大師 你就第一個想到武则天 因為他們同一個時代的人 你看到武则天就想到六祖 六祖就是跟武则天同一個時代 這樣觀念先弄清楚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天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劫如來真思義 六祖大師法寶坦經 為什麼叫做坦經呢 這個坦就是土木所構造成的一個講台 叫做坦 這個坦就是講經說法的地方 這個坦是 宋朝丘那巴托羅三藏法師所建的 他立一個碑 這個碑的大標題叫做 當有菩薩 當有肉身菩薩 於此受見 這個坦是宋代 丘那巴托羅所建的 他立一個碑 這個碑文 就是當有肉身菩薩 於此受見 這個智藥三藏 智慧的智 醫藥的藥 智藥三藏 在兩股地天見元年 種植一棵菩提樹 在這個坦的旁邊 他就意測 一百七十年以後 有個肉身菩薩 在此樹下 開眼最上聖 度無量眾 傳佛心印之法王 所以六祖慧能大師 還沒有來到人間 人家已經預測好了 這個可不是什麼 普通的人 那這不是普通的人 那麼我們今天 很有福報 那麼 把六祖一生一世的精華 六祖法華盤經 在七天內 來為大家 先講我們互相來勉勵 朝夕原本 無法傳一 第一 分段落吧 說 十大師 至寶靈 所謂寶靈 寶靈就是預言 將來得道如臨 寶靈 這少洲 聽這個 要做一下筆記 在廣東 這少洲 偽赤史 一個姓偽的 當官的 這個 這個赤史 就是官明 那是唐朝的官位 唐朝用的 我們現在不用這個 赤史 明 渠 與這個官寮 寮就是屬下 這個偽赤史 旁邊有屬下 入山 請思 以大凡事 講堂 為眾 開言 來說法 這個入山 做一下筆記 是指南華山 南邊的南 中華的華 南華山在曲江縣 歌曲的曲 長江的江 曲江縣 南華山 曲江縣 這寶陵寺呢 就在這裡面 這個山 那麼請思於大凡事 這個大凡事呢 是曲江縣 少洲府 曲江縣的少洲府 少洲府 應該念少了 那大凡事是在曲江縣的少洲府 講堂 來為眾 開圓 這個開圓 不是我們一般講的開圓 叫做開啟說法的因緣 叫做開圓 不是說我們講的這個 我今天呢 什麼東西稍微開一點方便 開圓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開圓是開啟說法的因緣 說這個 摩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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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就是大 摩赫就是智慧 摩赫 摩赫就是道彼岸 muj 摩赫 那就是見信啊 啊 摩赫 身座赤 赤就是后 六祖慧能大师 身座以后 这个尾赤师 和这些官僚 三十多人 如中虚世 三十余人 就是来听经的 不只是 佛道的 还有孔孟思想的 儒者之诗 叫做儒中 写孔孟的 就是儒者之诗 叫做儒中 就是对儒家的思想 很有研究的 这个虚世 三十余人 这个森林 道俗 道俗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世众弟子 我们今天讲都是讲 世众弟子 有一千多人 那一千多人 大概就像我们今天 这个讲堂差不多了 一千多人 同时作礼 愿闻法药 大师告约 善之事 哎呀 我告诉你 这一句话 很重要的 你看这个六祖 得到了 屋主的传法 拥有了 祖师位 他对众生 是这么称呼的 称一切众生 听法的 法师 即是大的 称善之事 大彻大悟的人 多了不起 多么的尊重众生 是不是 我们今天世界能讲的 哎 叫人家 爱子 哎 大好 都是这样叫的 哎 那个有钱人 你帮我叫那个穷鬼进来 善鬼啊 鬼不怕 善鬼人最怕 你帮我叫那个穷鬼子进来 穷光蛋子进来 都是那个藐视人家 我告诉你 这一句话 就足以叫我们 好好的效法 祖师大德 他连称这个 大众听法的人 都这么尊重 称大家叫做善之事啊 可见 大师是多么了不起啊 降服了自我 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人啊 好了 说善之事 总静心念 摩合 波罗 波罗 波罗蜜啊 大家要把这个心静下来 念这个摩合 波罗 波罗 波罗蜜 大师 良久啊 经过了一会儿 一阵子 呼告 忠意啊 然后对大众就这么说了 说善之事 再一次的 称呼大家 善之事 每一个人的菩提 自信啊 本来 清静 但用此心 治疗 成佛 就用这个菩提 清静自信 就用这个 但用此心 治疗 成佛 就 你就可以成佛 大家当然也想成佛啦 我告诉诸位啊